大家好,今天要玩的Red Dead Online Beta 在2月26日,Wordstar推出了更新 在Red Dead Online Mode上 也要先贊他 他的系统比之前稳定了很多 但仍然仍未修正 先说一下他更新了 首先他多了一个每日挑战的东西 要完成7个不同的任务 就可以得到金条和经验值 我觉得7个会不会太多呢? Red Dead是一个节奏比较慢的游戏 而且他的7个不同的任务 有一些都挺麻烦的 要完成7个是颇花时间的 为什么不可以学一下GTA 那3个就算了 而且很狡猾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 使用艾文斯连法步枪杀死玩家 那这把艾文斯连法步枪 是被解锁给大家去购买的 那我又怎么用这把枪去杀玩家呢? 所以今天的每日挑战 我绝对是没可能完成到的 那他还更新了些什么呢? 他就是缩杀了玩家的雷达可见度范围 那很多时候你现在只见到自己一个 要跟其他玩家去到很近你才会见到他们的 那不知道好事还是不好事了 那有时会突然间见到玩家弹出来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一般的玩家的雷达都是蓝色的 而那些比较有攻击性的玩家 就是偏向少少红色的 那大家看到这些玩家的时候要注意了 那如果真的有些很疯狂的玩家呢 那地图上面 露链那么远都会显示他出来的 那另外他还多了一个叫做 执法与原想系统 那如果你杀玩家 又或者杀NPC 那你就会背负这个原想金 那他就声称 当你的原想金越高的话 就会有NPC的原想烈人来队伦你 那我自己都已经升到20.7了 那他也有提示提醒我 那些原想烈人是不会放过我的 那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遇到任何一个原想烈人 那首先看看有什么武器先买 那新武器可以去回窗户 又或者那本羅心公司目楼里买的 那那把新武器在特殊武器那里 就叫做 《稀有的散弹枪》 价值258元的 那先购买它 那就没得改装的这把枪 那也试一下枪先啦 刚巧有个床身处啊 那威力都不错啊 但是他每次就射两发出来的 那威力都不错啊 游是哪里 游是哪里 那对 不错不错这枪 另外一把新武器就要去黑市买的 那就是这把厄骨刀 价值105元的 那扣买先 那都用第一身看清晰了它 一下子插进敲锅帮里 平时最喜欢跟敲锅帮玩的 解你喉咙 他用另外多一堆衣服的 不过衣服就不是全部解锁了 所以我就不刻意骂它们出来 不过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多了一些表情动作 不过这些表情动作是要买的 那都蛮按钩的 那它有四款不同的风格 那是一个飞鸣 然后就太好了 这有纸啊 纸都要买的 纸都要买的 纸住你我都要付钱的 这有一个淘金者吉格帮是什么 白鸠金 哇 这个不知道想怎么办 然后就问候羽接待 多了的就是这个华丽骨弓啊 看到你真好啊 还有硬汉点头的 看情绪反应有什么呢 作呕 指着大笑 哈哈哈哈 我被击中了 哇 那是假的 洛雷 那是假的 谁我? 我是谁啊? 我是谁啊? 我是谁 我在哪 阿夫是什么 那是阿夫 挑隐与嘂龙 最昂貴是這個 你要哭了嗎? 嘩,真的很囂張,很想打他 放馬過來 今天有關Red Dead Online Beta的資訊 來到這裡 總括而言,我對這次更新的滿意度不高 他還有好幾個競爭模式未開放給大家玩 就是每個星期解鎖一個 另外,他的衣服還未解鎖完 又是每個星期解鎖一件衣服給大家買 我覺得這樣未必吸引玩家去登入玩 我覺得玩家不會故意為了衣服而開這遊戲 而且另外,比起這個競爭模式 我比較想他出這個故事模式 即是跟其他玩家一起合力做任務 我就認為不是所有玩家都喜歡PVP 雖然我自己都挺喜歡PVP的 但是就不喜歡玩他的競爭模式 比較喜歡跟朋友一起去做任務 做豬隊友,你吵我吵你會開心很多 而且我還覺得他在網路模式的系統還未完善 應該有很多要解鎖的Bug是沒有解鎖的 而且我希望他不要再想念Beta這個名字 不要再叫Beta 正式推出Red Dead Online給我們玩 那好吧,今天就先玩到這裡 喜歡的話就按個讚吧 拜拜